在疫情期间,很多的用工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都是难以回来的 我们看到香港在海外用工的总体数目都是少了几万那么多 所以都是需要逐步有序地让香港家庭可以请回 或者是可以欢迎海外用工回来帮助他们在家里照顾长者、照顾小朋友、打理家务 在本星期内,特区政府将会公布我们和两个特别多海外用工的国家 即是菲律宾和印尼,已经商讨了如何可以确保他们在当地接种疫苗的记录 是获得我们的认可,从而他们可以从这两个地方有序 我必须强调逐步有序地回来接受21天的检疫隔离 然后可以回到他们的雇主的家 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序地分批 因为一次过回来对于我们的医疗系统也是一个压力 我们会找到或者认定了一些特别的检疫酒店 所以回来的外用必须要在这些特定的检疫酒店里面 预订到21天的房间才能够可以上飞机回来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